嗨 大家好 她是金錦 Hello 金錦 Hello 你們好 很久都沒試過和你們聊天 分享一下 近來很多人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空 平時會做些什麼 我說沒有 平時喜歡去看電影 做運動 學習做食物 接顧一下金錦 看書 但無論我說什麼 最後她都會說 嘩 為什麼你這麼dry 我就發現 dry這個字 好像只會跟女人說 如果男人做同樣的事 大家會說 嗯 挺好的 你很free 很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經常都要說我們女人很dry 而且 我不介意你說dry 但你不要說我皮膚很dry 因為 先去睡覺 因為皮膚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我用了很多時間去補我的肌膚 不要說皮膚是肌膚 除了一個面之外 身我也是 因為我有些經歷 你知道我們拍劇 經常跟對手有很多接觸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男人拍劇 他拖我的手 然後他一拖就滑了 然後他就說 嘩 為什麼你的手這麼滑 那一刻我有一些 嗯 讚我 哈哈哈哈 那我就說 不要 我這麼多年來的 護理 終於都 很白費到 那樣 那我發現了 啊 原來 就是和我一起拍劇的人也好 對手也好 他們都頗留意這方面的 那所以就和你們分享一下 保護身體的肌膚 我自己很喜歡洗澡 那所以洗澡的時候 我選擇的 的 沒有用路 那些 我自己都會很小心去選擇 因為我本身是屬於乾性和敏感的 我臉是 我身體也是 有時候乾的 我會很容易很癢 即是去到冬天的時候 那所以我也要選一些 就是 沒有防衛劑 不會令我敏感 基本上是濕層都要用的 所以 這個呢 我覺得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 Karocera 那 嬰兒都可以用的 那它的質地呢 就是 泡泡來的 我可以擠給你們看 就是這樣 那些泡泡裡面呢 它有七種天然成分的 caramide 那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冰一樣 咦 不是那些冰 是守護著我們肌膚的那些冰 讓我們的水份 不會那麼容易流失 還有它不會有那些 化學的起泡劑 致敏的防腐劑 所以它是很溫和 很溫和的 也都 你會感覺到 很滋潤的 那你們 試一下 你會感覺到那個 不同的感覺了 那另外 想另外分享的東西呢 就是 洗完澡之後 一定要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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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 小小的分享 所以保護皮膚最重要的就是選對護膚品 如果你選不適合的話 無論如何使用都不會保持得漂亮 無論是皮膚 無論是愛情 無論是生活都好 最重要是選得對 拜拜